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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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球 乌卡中围棋 有远射的机会 这球有折射 打进了世界波 世界波 杨毅林 U23小将杨毅林浪费了一次 单刀球之后 还了一记 世界波帮助球队 1比0领先深圳队 这一脚打门 但是应该是有折射 有折射之后 应该还打到了李恒良的下眼 最终弹进了球门 美洲客家领先了 上半场比赛第40分钟 小将杨毅林终于攻破了张璐的球门 看这脚 戴卫俊应该是 还是要直接打门吧 戴卫俊来了 戴卫俊好球 这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 但是侯宇早有准备 杨超生 这下还是扛住了身体 罗德里格 带着好球 这脚法是没问题 罗德里格有机会 罗德里格看什么时候给乌卡诺维奇C出了单刀球 乌卡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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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打到了立柱上 这个前锋把握机会的能力 真是相对差一些 这么好的机会 足够漂亮的直C球 给他那么多的思考的时间 但是打成这样 罗德里格 这球改的太漂亮了 没问题 天降暴雨 这可能就是梅州现在的天气 远一右路 有空档 没有给 张元选择了远射 有反弹好球 亚历山德里尼帮助球队翻平了比分 这是张元的远射 亚历山德里尼也收获了他的深圳出子球 这个球啊 应该说就是高强的这种阅读比赛能力 张元 之前远一有一脚 就是这种球呢 我刚才说 就打这种弹地球 门将其实是非常难判断的 所以这个球也不能过多的苛责喉语 确实这种天气对他影响太大了 也希望我们运动员这会儿就是不要过多的找裁判员 他是作为赌生谱长的梅州人 有机会反击 看罗德里格怎么处理 罗德里格 罗德里格选择直接远射 有想法这个球 但是没有打得太好 确实刚才这球进攻几个进攻率员虽然分散不开了 但也没有跑出太好的位置 罗德里格一直在等 大水冲了龙王庙 今天这真是大水 张员射上引雷 好球 打到了横梁下眼 张员今天这两脚打的质量太高了 这脚要再打进 打得也挺突然 场边这是给了曹阳一张黄牌 这球队的总经理 但是他报名的话应该是算球队的翻译 把对方压得太扁着球也不好提 看有没有远胜的机会 压住了 好球 绝杀 绝杀来了 科索围棋 科索围棋 帮助球队打进了一脚 直破天津的远射 这个球可能帮助他们收获中昌第一场胜利 科索围棋 这脚打得太漂亮了 科索围棋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深圳队这么提太被动了 这赛地新加盟球队的外援 后腰队员科索围棋 完成了一脚 直破天津的远射 这个球已经90分钟帮助球队领先了 科索围棋 还是科索围棋 最后还在拼 好 这时候台北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恭喜梅州客家中超首胜 科索围棋帮助他们决杀了深圳队 最终比分2比1 梅州客家获胜 对 这时候台北员吹响了 对 这时候台北员吹响得好